澳熊县弥陀乡是施木鱼的故乡 这里有一间40年历史的鱼丸店 可以说是当地的代表 它的鱼丸吃起来软嫩又有弹性 但是这么美味的食物 因为交通的关系 多年以来大部分只做当地人的生意 在三四年前老板突发奇想 是不是该做个网站 让大家都能分享得到呢 于是他们开始接受各地的网络订单 到目前为止 平均业绩增加了50% 而且也因为网络的无远佛界 远住在国外的顾客 回台湾都会慕名而来 鱼丸热腾腾起锅 还冒着热气 用手按一按 乱乱的 马上咬一口 哇哦 还真有腾性 很脆 味道多 我们迷途这边的丝木鱼 也是最好吃的 丝木鱼的故乡 其实就在靠海的高雄县迷陀乡 养殖的丝木鱼密度位居全省之冠 而这间位在迷陀乡中正路 有40年历史的鱼丸老店 老板谢胜宝坚守传统风味 每天一清早四点钟就开始制作鱼丸 选用的丝木鱼都是当天或前一天 刚从乡内的鱼温捕捞上来的保证新鲜 这个姜打起来要亮亮的啊 会粘度很粘这样 这做30几年经验的那个啊 灰白色的湿木鱼姜 柔软又细致 老板累积30年功力 做出来的丸子 堪称是迷陀乡第一名的人气代表 这里的湿木鱼丸 每天产量上千斤 除了机器代劳 人工也少不了 老板左手一捏 右手一拨 一秒就完成圆滚滚的丸子 谢老板的鱼丸都在店里手工制作 过程完全透明化 街坊邻居都知道 高雄迷陀乡最好吃的鱼丸就是它 其实过去嘛 炸的时候就啊好香啊 就听起来嘛 从小吃到大 就是喜欢这种味道 别的地方都吃不惯 因为这 他们这个很 口感很好 很有弹性 谢老板的鱼丸在迷陀乡 名号响当当 但经营却面临一大难题 小童不方便 几乎只能做本地的生意 如果我们的商品好吃 还是说这个 文商很不便 要买去 一定要来到这 不要轻松 我们以后就用网路 所以我们的网路听过 于是谢老板找来 等电脑的内许 放名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辅导的 缩减产业数位落差计划 2005年 鱼丸店的网站诞生了 大大的传承两个字 代表老店悠久的历史 一旁还不忘宣传 尼陀乡每年必办的 虚目鱼节 店的文化历史要收集 反而会比较 比较花时间 要把我们这家店的特色 感出来那些饲料 或是一些突变 就要花时间 除了建立企业形象 老店的鱼丸 也有了新的销售管道 数量 价格 联络方式清清楚楚 遥远的顾客 再也不用周车劳顿 滑鼠一点 鱼丸送到家 实体和虚拟双管齐下 老店业绩又多了50% 更棒的是网络乌国界 我是从美国洛杉矶 慕名而来的 它的口感 跟我们美国的不一样 我们美国的都是冷冻 然后它这个是很新鲜 很脆 很Q 因为真的很好吃 它可能吃不到这种口味在美国 这做依化的时候 大家看得很 大家要吃 完全都很好 大家销售 你要怎么把传统销售转到网络销售的话 你可能要有一些优营给它 比如说你除了服务好以外 你可能又有一些优惠的方式 比如说运营的优惠 或是偶尔会送一些试用品给它 当鱼丰老店碰上一化 现在销售的通路更广 外线市的生意多了六成 老店招牌也因为网络的加持有了免费行销 谢老板说虽然网络一化为店里注入新生命 但也提醒了他 品质才是老店的根本 就让弥陀香鱼丰的好口碑 随着网络一化 红遍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